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非常愿意跟你们聊聊天 因为这个未来是你们的 大家看到的这个大锅 这个大锅呢 直径是500米 它的接收面积是32个足球场大 它的探测能力是137亿光年已远的东西 大家可以想要多多摇远 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我怎么跟这个 大家我接着语言呢 我得从我生长的环境 我学习工作的环境 说一下 说起 这是我生长的地方 就是贵州独山县 它是地貌发育的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个是现代的照片 在五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这个河里面都有这么大的鱼 都是野生的 天上飞的都是飞鸟 山里面都有财狼虎豹 这是一点没夸张 一点没夸张 我们小的时候很调皮 因为我是生在三个世纪五八年了 就经常背在家里面跑出去玩 就是看到这个河流 这些山特别的山洞 还有地下暗河是怎么形成的 就感到很奇怪 有些河流流的流的就下去了 一会儿就从那边冒出来了 所以就是很奇怪 带着这女货呢 走到了 走完了高中 高中毕业以后 那时候要下乡当知青 那是很苦的 我十六岁下乡当知青 干的活那跟大人是一样的 那现在十六岁的小孩 可能离不开父母啊 我估计 然后我七七年呢 又考上了大学 考上大学以后呢 我学的是专业 我带着这女货 专门挑了一个水文技职 工程技职这个专业 专业来学 后面到大学才知道 贵州市卡斯的面积占了70%的 那么一个省份 所以它这个土地啊 就是风景很美丽 但是土地很贫瘠 因为它这个 卡斯的这个组成的野性 就是碳酸野性大家知道 它很融化 贵州水又多 所以那个地表水一涌下来以后 就往地下走了 地表没有水 地下就水很丰富 但你取不到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就分在贵州地矿局工作 这就是跟这个卡斯都有缘 我分去的时候 正好这个单位 科研单位地质研究 正好接受了国家项目的前来研究 研究它到底怎么发育 然后怎么来治理它 当时是处于任何目的 这个项目呢 划了一块七万平方公里 贵州最发达的 就是沿用发育的 最最好的一个地方来研究 这五年啊 这儿的山山水水 我都基本上跑遍了 什么岸河 溶洞等等 特别是跟后面有关系的 挖地 挖地呢 它很深 全是那个椰石 椰石上面有点土 可能长点树 那个树又不成材 要种庄稼呢也很困难 所以呢 我觉得那有啥用啊 就没在意这件事儿 但是整个这个贵州的前南的 这个卡斯的发育的规律 我是基本上心里面有数了 有数了 但是88年以后呢 我就到南京大学去念硕士和博士 正好我碰到导师 我们国家著名的那个任美洋先生 他抗日战争的时候 跟随浙江大学到了贵州 他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他一听说我在贵州 搞过这个比较系统的课题 当然他跟我下猛药了 就把他平身所有的 卡斯特方面的研究的东西全交给我了 93年我就到了摇杆所 中科医院长做博士后 也是师从我国著名的摇杆学家陈树先生 到了94年就是一年以后 我想摇杆技术学了以后 这怎么在卡斯的地区 发挥摇杆的作用 然后想了想去 就在纳闷了 这纳闷 这怎么办 这怎么用 在这时候 就照片上这个人 当时是天文台的副台长 当时叫北京天文台 南东 现在这个社电外景的首席科学家 他就找到摇杆所 因为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93年他们在日本 开了一个天文大会 就是 中国呢想 他们做了一个设想 中国也想建一台射电外景 因为这个射电外景 但是未来你这个设备你不行 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了 所以他们回到国内呢 商量一下 就应该在中国建这么一个 我们这个大国 但是你要找这么个坑里 上哪儿找啊 全国这么大的面积 所以呢他们想到摇杆所来了 找到摇杆所正好 摇杆所呢推荐我 他说正好有一个博士就是搞这个坑了 搞这个挖地的 因为这个卡式的挖地 就分布在西南这一部分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那个有卡式的挖地分布 他当时就跟我提出来 找这么个坑 我说你有什么条件 他说一个 这个坑要圆啊 这个坑要圆 不管你什么坑 咱是要圆 第二个呢交通要方便 就是交通你最少 你要去方便 你不要在西马拉雅山 如果很好的坑他也去不了 再一个呢 就要相对的隔离 是吧 起码你人要少 你人多了我就见不成了 最关键的一条 要没有无限量干扰 是吧 没有无限量干扰 我也想到贵州都符合这些条件 是吧 那肯定 肯定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我就答应他了 答应他了以后 我实际上就下去了 下去了一个月 因为当时我也没把握 因为当时以前 对卡镇没有这么 详细地研究过 我写了个报告 回来我跟他写了个报告 他在国外开会说了这个事 在国外张家 哎呦贵州 你们贵州有这个东西 他说有 好 到了八九月份的时候 我就正式成立那个 法式的推进委员会 就是要 就要启动这个事 要推进这个事 这个时候正儿八经地做了 我呢正式被任命为那个 选举组的课题负责人 选举客的课题负责人 因为我在贵州做了这么多年 虽然知道有 但是要符合他的要求 就贵州挖地太多了 就成千上万的 你要挑最好的 你怎么挑 当时的摇杆呢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时摇杆的分辨率啊 没有现在那么高 现在都几十公分 几十公分 一二十公分的分辨率 那时候都几十米 就你大概只能知道 大概在哪一片 你把它圈出来 你把这个挖地给它圈出来 圈出来以后 我们通过半年多的时间 把圈了四百多个 但是具体符不符合我的要求 那你还到现场去 那我也不能全部跑 所以我们就 在地区中一个个队 看差不多了 那就跑 再定了一百多个 这一百多个挖地都跑遍了 贵州那个地方可能 有些人去过 有些人没去过 全是山 就是艰苦到哪一步 就是有时候下去 下到挖地底去 人家当地老百姓 十几分能下去 我们的半个多小时能下去 人家上来的事情 我们得上来的一个小时 而且累的就是不像样 累的不像样 而且贵州那个地方啊 就是雨多 那就是雨 雨比较多 一到雨水之间 不小心踩花下去 几十米就滚下去 就完了 我这几次都是下去 幸好树子 它树比较多 被拦住了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 必须要远离城市 远离喧嚣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啊 就长期 一年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 两年 大家都可以适应 你时间长了 一搞就是十年 就是大家都很疲惫 有些人就有点盯不住了 但是我呢 我作为贵州人 我也是研究这个的 我也是打退伤舞 因为这个是遥遥无息的事 但是我想 这个事还得做 还得做 因为 后面我还讲到 为什么要坚定地坐下去 最后 选来选去 就选到了这个大窝当挖地 这个名字叫大窝当 很形象的 它就是档 下面有水 下面几个人家 几户人家 大家看到这个 影像突然有个路 这个路怎么来的 是当年 当地政府 县政府组织 当地的老百姓 没钱啊 但是他们知道 我们怎么老往那个地方跑 当时我没敢告诉他 他选在那儿了 他就组织老百姓 把路挖出来了 八公里 一分钱没挖 因为当时县里面 财政都久了 那个时候很困难了 就是用粮食棉花给老百姓 你就给我挖就行了 才几个月就挖出来了 现在几千万人修出来 所以说它这个积极性非常高 老百姓对这个事 非常向往 非常向往 把这个点定下来以后 这样你要看它 我们要要求它工程量最小 就是如果你工程量多了 我要花几个亿去开挖 那也不行 所以我们把这个点定下来以后 还要用现代的技术 十多年前 这也就是比较高的技术 仿真模拟 要把它一点一点都 就是每一个点你再走到 变成软件 每一个点你再走到走到 开挖量最小 然后最稳定 你才能把这个 还要把这个位置 才能把它定下来 才能把它定下来 然后还要进行工程地质初刊 因为卡斯特啊 它这下面很复杂 很复杂 不知道哪发溶动 哪有个漏斗 哪有个管道 你不查清楚 这个地基要求是非常高的 先通过雾探 把异常的地方先把它圈起来 然后再用钻机勘探取样 你看打出来的野心 很困难了 一百多米深 那提钻机提次钻在这几个小时 搞不好一打下去 那个钻头就卡在下面了 这样一点一点地打 打了几百个钻孔 你在平地打还没有事 要再到山上去打 那个钻机的匹区拆开 拆开以后再抬上去 因为打钻了它需要水 需要电 那个水就是 那很难了 就请人挑 就非常艰苦 非常艰苦这个条件 当时没路 没路 因为后面施工以后 有路就好办了 因为我们去那时候 这当时原始状态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这个2000年发生 终于批下来了 这项目 这十几年 这样人家要吃苦 那就都没关系 关键是天文台开始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它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支持 只是一种设想 大家觉得可以做 但是它同时要开展 五六个领域的研究 是吧 我的选择也是其中一个 但是你给的经费实在太少了 那怎么办 当时我胆子也大 就跟周光老院长写信 写了两次信 他批了两次 一次给了五万块钱 一次给了六万块钱 那个时候已经很不简单了 后面还是不够嘛 随着选址的力度加大以后 还是不够 当时那个许光华部长 就是科技部的原始部长 原来在我们所 当过所长 他调过那儿 我写信给他 他看证情况 又给了六万 最后因为是 基本上定性了 基本上定下来了 我把我们的所长郭阿东院士 带到现场 我说你看一下 能不能所里面支持一下 他回来的确看得比较震撼 看得我们条件很艰苦 回来给了创新基金 当时科技院搞创新了 给了创新基金 他的所长 从所长创新基金来 给了我二十万 这下就安静下来了 所以这个生物就这样顺利的 把它选址阶段 就是把它做完了 所以后面国家理想就好办了 国家理想就开展了 这个时候就天文太任命 我为胎子开挖系统和勘探系统的总工程师 负责地质强干了 负责开挖设计等等 这一系列的工作 所以就从06的批下来到去年 整整干了八年才建成 就想大家这个工程难度难到哪一步 要先把这些山啊 把这些山把它批下来 批下来要把它运出去 这个工程量大家可以想象 后面这些是工作跟我没关系 后面都是上层建筑 我这是负责下面这一部分 你看这一点一点的起来了 的确现在我们国家的工程能力非常强 非常强啊 很快就 方案一定很快就很快就起来了 望远镜做成以后有三大创新点 就选址成为一创新点之一 为什么呢 我是利用了贵州这个喀斯的窝地 来建这么一个 建这么一个大型的设定望运镜 这是个创新点 这个第二点我要谈一下感想 这张照片是十多年前照的 这一家人就是下面大窝荡下面的住户 我是96年去的 96年第一次下去 第一次下去 走到那儿了 他们问我干什么的 我们说北京来的科学家了不得 当时就很穷啊 他们说这很穷啊 当时就叫他儿子抓鸡抓鸡 他们在基础养在山上 拿钻拿很难抓的 钻了半天抓两只就回来 然后端说他们自己酿的那个米酒 土酒 喝 我说喝吧 拿碗 我说这怎么喝 一口一碗 我一尝一尝 那那二十多度 我说没事没事 那就干吧 我这两碗下去 就晕了 就晕了 那肌肉我一块都没尝到 那肌肉那是真正的土鸡 那才叫真正的土鸡 后面他是把我扛上来的 把我扛上来 这种感人的故事就很多 你看到那个拐棍没有 那个门靠的那个拐棍 那个竹竿是专门跟我准备的 因为我下去多了 因为后面人去多了 他就分开 把我那单独分开 他说其他人在那边 这是聂博士 他专用专用 所以就跟当地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现在这个田野建成了 那个当地的确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当时外国人去的时候 考察的时候 他们也是热情地欢迎 热情地欢迎 家道欢迎 那些老外跟我说 哎 我从他们这个善良的眼睛里面 看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的确现在实现了 现在这个镇 原来我去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 全是草房 现在有三个五星级宾馆 而且有若干饭店 有叫什么天文饭店 我一看那烧烤它 怎么天文烤肉 而且它那已经建成天文小镇 有天文博物馆 所以我想大家有机会去呢 去看一看 这的确非常漂亮 还带动了周边的县 所以呢 在这儿呢 今天我想说啥呢 对于年轻的 还有很多小朋友 我想啊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干一件 最多两件事 所以你们看准了一件事 做到底 你就会有收获 未来就是你们的 然后我祝 设设设计项目 越做越好 谢谢大家